记者蔡清华高雄报道,高雄资深媒体人也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重要文版的王耀德,离开任职15年的立法院参事并出书音效徐行,今天举办签书会高士兰律立委到场。 王耀德66年前出生于台南乡下,有30多年媒体经历,曾任立法院参事为王金平重要幕僚,有白派军师之称,见证了台湾媒体兴衰及政坛人物的起落。 签书会在白派大本营高雄市农会举办,包括前立院院长王金平,民进党立委赵天林,许智杰,前兰营立委钟绍汉,王景氏及企业人士上百人到场。 王耀德说,写书是希望人生不要留白,这一路走来遇到许多人生的归人,当然小人也不少,在立院工作15年,看尽立院的种种光怪陆离事件,不能说不能做的,但他们都说了也做了,但他选择写出正向东西。